不知不觉当中 实属不易的一年就要过去了 牛气冲天的新年已在眼前 一年有365天 一天有24小时 正准备过春节的你 有没有感到时光飞逝 24小时太短不够用 其实这不光是直观感受 科学的来讲 现在时间的流逝 比过去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要快了 今年年初 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寿舍中心 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时间频率组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表示 从2020年的年中以来 地球的自转速率呈加快的趋势 而且自转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过去50年来最快的速度 这就意味着一天已经不足24个小时了 地球自转加速2021年会过得更快吗 今天的一问到底 我们一起来追问时间的真相 在了解时间为什么变快之前 先问问您 您知道一秒的时间有多长 又是如何计算的呢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手机手表等使用的时间 叫做协调世界时 它的秒长是来源于原子时 这个原子时是由原子中产生的 原子中是目前为止最均匀的计时系统 我们感受不到的 这转瞬即逝的一秒 实际上却需要 位于海平面上的 色133原子机态的 两个超精细能级间 在零磁场中 跃迁震荡 约91亿个周期 根据原子中数据显示 2020年至少有28天 比以往任何一天的时间过得更快 2020年7月19号则是 有记录以来最短的一天 这一天的时长 比24小时缩短了1.4602毫秒 相当于缩短了一秒的千分之一 多一点 那么地球自转 为什么会突然变快了呢 我们来听一下 中国科学院国家寿石中心的专家的介绍 地球自转 自古以来就是我们衡量时间 那个最最基本的单位 因为地球这个质量非常之大 所以呢 它运转起来非常稳 但是后来到了这个上个世纪 就逐渐的发现呢 我们不是特别准 它没有我们制造的原子中那么准 过去几百年的观测结果呢 是发现地球自转的 是在长期变慢的基础上呢 它是会有一个越快 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 十快十慢呢 是叠加在长期变慢的这个基础上的 全球变暖 也是一个 使地球转速加快的一个因素 因为这个极地的冰 如果化了以后 会往低的地方流嘛 这就跟那个滑冰运动员 他把两臂收拢以后 它就会加速 跟这个是一个道理 前面提到 我们日常使用的是协调世界时 地球自转快了 和我们使用的时间就不同步了 那这该怎么办呢 我们接着来听刘次元怎么说 我们使用的协调世界时 这样一个时间呢 就要通过润秒的方法 来进行调整 就是说我们的秒的单位 是没有问题 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我们这个日呢 有时候就得要修修补补 国际科学界呢 就已经做出决定 就是说 如果地球转得越来越慢呢 它从中间就要补 要补秒 如果转得太快的话 那就要减秒 几十年来 我们只见到需要 这个加润秒的 这一次呢 还真是第一次碰上了 需要减秒 这种可能性 还没有决定 从1980年代初开始 我们已经加了三四十秒 现在面临着有可能 要减一秒这种情况 尽管疫苗的极细微的差别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很难察觉 但是呢 对于科学家们来说 这减去或者加上的疫苗中 可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再来听一下 中国科学院国家 寿司中心斗中的介绍 现在整个全球化 信息化 数字化的这个时代 时间基准 调一秒呢 影响是很大的 特别是一些 对高精度寿司需要的行业 比如说金融啊 通信啊 这个电力系统啊等等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全世界呢 要统一的 大家一起来调 那实际上 我们作为国家寿司中心 中国科学院 国家寿司中心 我们也是承担着 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的 产生保持和发布 也就是寿司的任务 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寿司系统里面啊 实际上已经都 考虑到了 热秒的调整 可以保证我们的用户啊 都可以 及时的 能接收我们的信号和信息 都可以自动的 进行这个热秒的调整 由于现在 地球自战的加快 有科学家提出了 负润秒的想法 就是将某分钟 缩短至59秒 但是专家指出 当世界时和原子时之间 相差超过0.9秒的时候 才有调整的可能 而目前地球自转 加快的速度 离0.9秒 差得还比较远 此外 还有网友想知道 地球自转变快了 引力是不是就小了 那越转越快 地球上的物体 会飞起来吗 专家表示 地球自转 并不会影响 万有引力的系数 但是如果要是地球 转得快得不行了的话 那地球上的人 是会飞起来的 但是这离我们太远了 恐怕还没有飞起来 地球就解体了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时光飞逝 了解到了当下时间 变快奥秘的你 赶紧争分夺秒吧